HELLO 大家好 我是Boei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買了兩個袋 這兩個袋的品牌是J.W.Anderson 這個品牌是一個男生 它設計的包包、鞋、衣服都是比較型格的路線 我自己也很喜歡比較簡約型格的風格 其實這兩個袋已經體用了很久 所以就買了 這個是一大一小的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那個我買了白色的 它的標誌是牛臂的 有一個圈圈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中尺寸 一個平常尺寸的袋子 是白色的和皮 質地也不錯 還有這裡有一個比較粗的手環 除了這個手環 其實它還附送了一條比較幼的袋子 它可以扣在這裡變成斜背的 除了牛臂這個特色之外 它旁邊都是像風琴一樣 打開它之後 這個棉子是一個Sway的質地 裡面其實都很大容量 有兩個間隔可以裝到很多東西的 這個袋可以裝到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裝給大家看 我都不建議裝得太滿 因為裝得太滿它會關閉 因為這裡沒有磁鐵 它都是附送了一個塵袋 不用的時候最好放進一層袋子裡 第二個就是介紹一個比較小的尺寸袋子 就是這個橙色的 也是有一個標誌 有一個牛鼻的圈圈 但跟剛剛那個有點不同 就是它這裡是一條金色的鍊 右鍊 它是斜背的 如果你不想斜背 也可以在裡面繞一圈 這樣就變成一個手提袋子 這個尺寸就很明顯比剛剛那個小一點 但是質地也是一樣是皮 它裡面也是Sway的質地 它跟大袋的分別就是它這裡有一個磁鐵 它就可以放著 不會經常打開 但是那個是沒有的 小這個袋子就裝得不太多 可以裝到電話 卡片套和鎖匙 但是因為裝不下這個錢包 所以這個錢包的錢和卡片 就要放在這裡 紙巾 唇膏 它就可以剛剛好 黏在一起了 可以玩嗎 希望這次可以玩 可是這次不可 在一起了